- 所謂的這個容易招小的面相呢 所謂的第一件事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個 韓國人講面相學的時候講一件事 講面相學就是說 他們認為一個人的臉 就像是一個地貌的 如果你的鼻子很高 你就像是一個高山一樣 鼻子越高的人就三越高 三越高會發生什麼事 越難被登上去 越難親近 對不對 鼻子越高的人越難親近 但相對來說他比較容易怎麼樣 他比較有這個貴氣 常常大家都有說 這個命是天定 運是人造 所以究竟我們要在生活當中 有什麼小佩博跟小改變 讓我們的生活跟命運可以更好呢 這一次我們再度邀請到我們的好朋友 他的這個title真的是非常的有威力啊 就是新創國師還有命運什麼系的系主任 設計系 那我們就歡迎系主任 剪少年老師 哈囉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哥好 對這再次感謝剪少年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因為之前來的獲得非常大的好評啊 那真的是 對大家都原本以為我們是影視專業節目 可是透過了你在生活上面有更多的獲得 就是看完之後可能整個人的精神都好起來了 就感覺運氣都變好 沒有錯 而且常常在講這個書中自有顏如玉 書中自有黃金屋 所以你又出書了 沒錯 對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這本書比較特別 這本書內容是 我們希望大家 前一本教大家算命 對 這本希望教大家改運 所以上一次看這個節目的同學 你可能學到一些命理知識 這次看完 運氣就要大提升 所以這是2.0 3.0加外掛的概念 對我希望他們一如看到最後就成佛 不是 後面就大富大貴啦 這樣比較好 太好了 那因為今天呢我想 你今天的這個語速跟這個話語量會非常高 所以我們先來喝一下 好 對對對 這個Hoke一杯一定要喝 我們還蠻同步的 這個很療癒耶 有聽到那種泡泡的聲音 來 Cheers 謝謝哥 哇 有啤酒的味道 對而且今天天氣比較有 有綠茶萃取的感覺 然後這個 碧兒綠茶 它真的是沒有酒精 非常入味 不會被拔 而且它有這個 啤酒花很獨特的味道 跟綠茶萃取的味道 對 很香 對對對 那我們就 在這個茶香跟這個 啤酒的風味當中 來好好想想 我們的命運怎麼樣改變 好好喝喔 減少年現代生活改運輸 好那在日常生活當中 欸 我們一些小Payboard改變 是真的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嗎 其實我覺得改變命運沒有那麼的困難 它其實都是一點點小東西 然後因為你知道 人生是激少成多的 就像我們常談風水 對 風水這件事 其實你剛做完 不會馬上有改 但它其實是日經月累之後 風水這件事情 曾經有一個大師跟我說 它換完磁場 大概也至少要三個月 不是說我今天一擺完 然後明天就立竿見 沒錯就是說這個環境對你的影響 是需要一點時間的啦 對 例如說你家前面有路充對不對 你也不會馬上被車撞 要剛好有人酒駕 不是 就是說它有個時間線 所有事情問題都需要時間的累積 那就是一點點事情 改了一點 時間一到了就會變好 從你的這麼多的case當中 當大家會來跟你求教的時候 通常都是生命不順遂 通常是感情不順遂 我們這個柱狀圖上面來看 會有幾種 有感情 有理財 有事業 有家庭 有友情 所以第一名是感情 75%吧 都是感情 這是普遍存在於當代的 20到30歲世代 還是40歲到50歲世代 通常是從這個20歲到40歲世代 和60歲到80歲世代的困境 那根本就是這一身為情所困嘛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生活當中要改變一個人的運氣 好了 我們常常會講說個性決定命運 個性真的會決定命運嗎 因為說元哥說起來是個性決定選擇 那通常你用個性 我覺得這個詞太模糊了 我覺得講一個東西 就是偏好決定選擇 選擇決定命運 所以像一個男 有很多人來問感情的時候 他最後得到的結論就是他的偏好 就是屬於喜歡 就是拋棄他的 喜歡折磨他的 然後他才能有愛的感覺 那他自然命運就一定會感情不順 就是一個是喜歡被虐 一個喜歡施虐 但有些人他偏偏喜歡的就是 喜歡就會被虐 對 然後就不虐他 他還覺得這男生就是他不夠愛 我覺得你現在要幫普渡眾生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是很多人自我認知不夠嗎 就是說你不要去想 你一輩子都只想要去追到 Blackpink的Lisa 或者是少女時代的潤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有一些人會喜歡刺激感 就是他覺得這個刺激的感覺很好 他覺得愛情就應該是這樣 要心跳加速 那就跟鬼片一樣 所以他的感情每天都叫他看恐怖片 好驚悚 對這樣子其實他生活一定不好 尤其對婚姻對小孩 結成這些家庭都問你一定很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怎麼樣我們一個一個來嗎 剛剛講說感情因素是屬於柱狀圖排名第一 對最嚴重 我們在虎世當中怎麼樣的個性跟選擇 能夠幫助你感情可以順遂一點 你現在是救世紀人 我覺得應該要先設定結果 再回推你要怎麼做 就是說如果你希望有一段感情 然後那感情是什麼樣式 我就先把狀態想出來 不要先想人長什麼樣子 就例如說他會很愛你 對你好不外遇不劈腿 收入穩定好這個狀態 然後這種狀態回推 你周遭有沒有長這樣子的人 可以符合這個等 然後試試看你有沒有辦法 跟他日久生情 因為通常你不喜歡他 你這也是蠻實際 而且統計大數據 你要去找到你喜歡的偏好 跟你周圍對不對 所以通常你的偏好 都不會達成你理想的生活樣態 那怎麼辦 因為女生會講你感覺 她說我就沒感覺 你知道感覺這件事 跟你生的目標是兩回事 所以你必須很理性的去找到這個人 然後用你的各種理性 各種生活樣態 想辦法製造感覺 然後再在一起 這樣通常會比較幸福 再來是我發現絕大部分的女生 他分不清楚對桃花的定義 他們跟男生不一樣 男生說的桃花是 只要喜歡我都要桃花 女生是我喜歡才叫桃花 完全顛倒過 對 就是今天有100個男生喜歡我 但我都不喜歡 他叫我叫沒桃花 他說老師我很困難 我最近沒有桃花 對 但其實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又分不清楚 質跟量的差異 所以你在求的桃花其實是質 那你今天應該從質出發 而不是打扮得很吸引人 因為吸引人沒有用啊 沒有100個你都覺得不叫啊 所以是要吸引你想吸引的 那一個人的打扮 才是你要的桃花的樣式 在感情市場裡面 你也知道你如果把自己 當成一個產品的賣相是什麼 市場定位是什麼 而且精準投放 是4P 4P喔 行銷學4P 現在都到6P了 對 我們可以再放一個小詞點 行銷6P 其實中間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通路管理 你的Channel很重要 你如果是在夜店賣你自己 那你可能就賣給不對的人 TA不對 你在圖書館賣跟夜店賣肯定不一樣 對 所以通路很重要 不管是你的這個就是市場定位 你的價格 你的產品 你的Channel 你能來行銷4P 可以應用在感情的市場當中 但除了感情之外 大家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嘛 對不對 其實這個 其實也不可能是 落水三千取一瓢飲 但要 那很夯耶 那就是你剛剛講的 男生的立場 三千取一耶 那是男生的立場 只要有機會的都是桃花 好那是屬於感情上面 但是職場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是 人在江湖飄哪能不礙刀 對不對 你以為你的人緣很好 可是 總是會礙刀 是 怎麼樣在職場上面 可以小人退散 其實我們得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什麼樣是容易招小人的面向 通常是怎麼樣 鼻子很高 就是這個小人很多的嘛 對 我來畫一下 哇這個考驗我的作畫能力啊 好了 畫了一個 請問這是鬼滅之刃裡面的上學嗎 哈哈哈 來老師請 所謂的這個 容易招小人面向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個 韓國人講面向學的時候 講一件事 講面向學就是說 他們認為一個人的臉 就像是一個地貌一樣 如果你的鼻子很高 你就像是一個高山一樣 鼻子越高的人就三越高 三越高會發生什麼事 越難被登上去 越難親近 對不對 鼻子越高 對所以鼻子越高的人越難親近 但相對來說他比較容易怎麼樣 他比較有這個貴氣 越高的三就越有名 貴氣 所以鼻子很高的人 一般容易比較出名 但同樣他招的小人就特別多 數大招風 對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第二件事 在面向學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文路 叫破拳文 簡單來說 對就是這兩條 大家看到他畫過了這個拳骨 他跟法令文有什麼差別 法令文在這裡 破拳文在這裡 在外面一點 對就是他在這裡 就是假設這樣是60度 他再開一點到120度 一般法令文是從鼻翼出來 鼻翼上方這裡 但是破拳文就是直接從拳骨消下來 對那大家可以去研究現在各個國家的領導人 基本都有這個 所以國際局勢是比較混亂 原來如此 對那有破拳文的特色是什麼 他做事比較獨斷 不在意周遭的人的感受 所以這樣的人就容易招更多的小人 對因為他就是想做他想做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有破拳文的人 也是容易招小人 好再來是法令文很深的人很窄 法令文很窄 越寬的人越不容易有小人 越窄越容易有小人 因為法令文叫做什麼 叫做規則感 所以有法令文越深的人 他越有規則感 他就是不容許別人碰他的線 他會翻臉的 所以以上三種要素集合之後 就告訴大家招小人的要素是什麼 第一很出名 就是你知道人怕出名豬怕肥 你只知道出名一定是數大招風 力量又高 對一定有小人 前一陣子別人就問我說 老師你怎麼看這個 就是你現在YouTube的粉絲 有人罵你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說這是合理的常態分布 因為你紅 因為以常態分布來說 95%的人是無所謂不管你的 其中的2.5%超愛你 2.5%討厭你 所以沒有100個人 就有2.5個人 很討厭你 如果你有1萬個粉絲 這個數字就不一樣了 就變成是200多了 如果100萬粉絲 你每天有2萬多個人罵你 從早罵到晚 你都已經睡著還沒罵完 所以我說很合理 所以出名一定會招小人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不管別人想什麼 就破全文這種邏輯 就你做事情的時候 你沒有把別人算進來 你自己想幹嘛在幹嘛 那你一定也會招小人 所以你一定要顧慮到別人 那你說可是不對啊 老師我做對的事 為什麼他要討厭我 我說因為他除了扯你後腿 沒有別事能做 因為你比他強太多了 所以這是第二個 你得把別人算進來 功勞也算成別人 你就沒小人 第三個就是法令文很深 法令文很深 就是你的規則感很重 你沒有彈性 如果你沒有彈性 他違反你規則 你就diss他 那自然你也很容易有小人 那如果你想的是 好我們容許一個彈性 陰陽之間不要那麼極端 那這樣的話 你的小人你就會減少了 所以你真的界線也不要太嚴格 對不對 就像侏羅紀公園 那一直通電 最後恐龍就把你這個 墊的牆給直接踢倒了 沒錯 最近我在看一個 明朝的歷史 就在講朱元璋 在當初設計這個規則的時候 非常的強硬 他就是只要貪污一塊錢 也把你殺頭 但最後他死後 整個明朝 是貪污最嚴重的一個草態 我越要壓迫你 大家越要反彈 對就是陰陽 其實我們談陰陽 就是你太這裡的時候 就會物極必反 所以不要這樣子 要維持一定的彈性和平衡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已經是進入到一種 哲學層次了 對其實如何招小人 本身也是很哲學的 你怎麼看待他 到底是小人 還是合理的挑戰呢 這個就是很哲學的 簡少年老師剛才聊到 這個面相 對不對 對就是有一些可能是界線嚴格 可能會獨斷 樹大招風 這三個請大家要閉一下 但是有沒有可能透過化妝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改運 化妝可以 化妝可以改變超多的 例如說你其實怎麼樣 把臉畫亮一點 然後之前我們看過一本書 他其實是個老外研究 但他這個面相沒關 他叫face value 講顏值 face value 他在裡面探討很有趣 他說人一般來說 比較難跟小朋友生氣 所以如果你化妝 他把一個臉就改得比較圓 圓潤一點 比較像小孩一點 那大家就比較容易原諒他 OK 所以你可以化妝的方式 把自己變圓 大家都在想說要小臉 要有臨角 要有下巴輪廓線 可是你現在跟我們講說 要變圓 對因為你變圓就容易被原諒 就大家會覺得 變圓就會變圓亮 對因為你如果下巴一尖 然後輪廓一立體 大家就覺得你可以搞定自己 你是故意的 對但如果你臉都是很圓 眼睛很圓 對大家就覺得他小孩子 不要跟他計較 就主要是這樣 同樣一個行為 兩個人幹出來就不一樣 你老婆幹跟你小孩幹 肯定都不一樣 對就是我們一定會原諒小孩 不會原諒 不會原諒老婆好可怕 都要原諒 你的挖坑給我第二 這個真的是 訪問老師真的要步步為移 都要原諒 除了化圓之外 化圓之外有第二個 人一般來說 比較容易相信臉比較亮的人 又圓又亮 就是蔥油餅嗎 三星蔥油餅 好啦亮 就是臉要亮 臉越亮 看起來越白 大家越容易覺得這個是好 臉色越暗沉 大家越覺得這個人 有心機有鬼 所以 加上印堂發黑就更可怕 印堂發黑比較好 印堂發黑其實在中藝的邏輯裡面講 是有憂鬱的特徵 所以以前講說印堂發黑你要出問題 其實是因為這個人已經重度憂鬱症 他隨時就是會想不看 這是跟科學跟醫學有關 對 就是講中藝的邏輯是 面相裡面講印堂是命拱 所以你身體哪一個部位不好 這邊就會有對應的顏色 例如說心臟是紅色 臉是白色 腎是黑色 所以如果你的腎不好會恐慌 久了這裡就會變黑 因為你是印堂發黑 那就是印堂發黑 那這個人就會很憂鬱 為什麼想到五大郎呢 五大郎應該是蠻印堂發黑的 蠻黑的 對 五大郎應該有點蠻黑的 對 畢竟他黑了幾千年 沒錯 都在歷史教科書上 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一個是要把臉圓潤 對 然後要亮 要亮 還有什麼撇步嗎 接下來不用化妝像我就戴圓眼鏡 只是把裝飾變圓也是一個方法 圓耳環圓眼鏡 然後女生的話 現在女生有的人都會很瘦 對不對 他就是談不到戀愛 那其實 因為你知道你穿得太fit 就會給人家這種 比較不容易被原諒的感覺 所以就穿得越寬鬆 一樣人緣就會變好 所以其實outdoor寬鬆的品牌 可能也會幫助戀愛運嗎 對 就比較容易找到 不要那麼fit 不要那麼fit 因為fit就會給人家一種 女強人的感覺 但是你越寬鬆 你就越容易靠近 你剛講到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就是圓的鏡框會給拉近彼此的距離 沒錯 所以方形的呢 方形就會給人家界線感 所以如果你 他不是都講的是專業感嗎 我覺得界線感可能比專業感更強 OK 因為專業界線就是你我不好惹 對我戴得很方代表我很有規則 對主要是這樣 所以可能在職場上面需要一副鏡框 然後生活上面感情世界的時候 沒錯 遇到討厭推銷員的時候就換上方形眼睛 這也是一種方法 對約會的時候就換上圓眼睛 所以這些小的這個 改運小方式都能夠幫助一些 你其他人氣關係 那你剛講到化妝 但我要問另外一個更進階的 就是整形跟醫美 這會影響運勢嗎 應該說我們講運勢是兩個東西構成的 是外在跟內在的狀態 那一般來說 整形認識可以整外在不能整內在 所以他一定有幫助 但是呢 我後來發現有一個變化是內在會改變 就是會愛自己 就當這個看完鏡頭之後 就覺得自己也有自信也漂亮了 沒錯 產生正向的能量 對這個人就會更愛自己 他覺得他值得被好的對待 那我覺得這個認知超重要 所以以前呢 我覺得整形對運勢的改變 內在改變有限 但久我觀察一些朋友之後 我發現真的他們變好 所以我現在對於整形抱持的是一個正面的想法 當然不要過度 就是你整的過程中 讓你自己更愛自己就好 但如果你把你的幸運和幸福 都歸納於你的外在 不能孤注一直啊 不可以怎樣 因為你到時候 因為人的慾望是無限的 你一旦有更想實現你就再整 那這個時候你會容易失控 但是我覺得一些讓自己變好 更愛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是對的 那此外呢 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會聽到一些長輩說 你可能眉毛啊 因為受傷斷眉需要去紋眉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這種 整形外科 或者這種骨臭的措施 這也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都是有幫助的 但大部分人都是臉變窄 不是臉變圓 但是這件事情跟你剛才希望大家變圓有點 我一直在推廣 我一直推廣就是大家拿著忽必烈的照片 去找說我想整成這樣 簡少年推廣原型俱樂部 對就是哆啦A夢跟忽必烈 然後跟醫生講我要整成這樣 醫生就會覺得你在整他 但是我真的是大力推廣 真的忽必烈這個事情是很棒的 忽必烈可以長很好看 你知道什麼嗎 忽必烈大家有沒有忽然覺得長得像唐鳳 唐鳳長得像誰大家知道嗎 周冬宇 你Google17歲的唐鳳長 跟周冬宇是非常像的 所以周冬宇是好看的 所以忽必烈是好看的 這臉太大了 你這個證明其實最後 可以帶出忽必烈長得像周冬宇 但是周冬宇長得像忽必烈 都反過來講會比較合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你剛剛講的 不管是因為漂亮 然後就是內在去改變了外在 然後這個可能也要文媒 或其他方法都是有可能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不可以交往過正 對或是說大家往往是往 更就是銳利的方向折 反正你會發現人緣越來越不好 那這個也不是個好事 你剛剛講到另外一個重點 其實從圓形跟你的鏡框的圓形 跟臉遠形去講到的就是說 銳利這件事情跟更多的線條 對於人際關係生活當中 確實是有影響 沒錯 所以連臉型也是的 連鏡框也是的 還有什麼在我們身上的 可能帶的這些 不管是道具啊物品 有沒有給大家一些建議 道具和物品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讓人覺得看起來越可愛 那就又能原諒你 那玄冰怎麼辦 玄冰就是帥他不可愛 可是他還是這麼有人緣 但他靠的是 那這帥是另外一件事 但他的人緣可能基於在粉絲圈 不基於在他的同性裡面的競爭 其實就是避免給人家這種競爭感 不管是你的包 你的手錶幹嘛的 所以同樣邏輯 有人很喜歡炫富 炫富是一種吸引人 因為大家喜歡崇拜某些人 炫富是一個方向 可是炫富也有對應的風險 某些人可能就會 寄予你的各種狀態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傳統的中華文化裡面講的這個低調 對不對 中庸平衡還是很重要的 其實家裡咧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家裡的擺飾 常常都會講說 一進門的哪邊是柴位啊 或者說哪裡要放盆栽啊 或者說什麼東西不可以對到什麼 你有沒有一個很快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簡單立竿建議的方法 我告訴大家盆栽的限額是有限量的 真的嗎 對 因為盆栽會影響你的運氣 真的 所以例如說你有沒有三個盆栽對不對 一個死了你就少了三分之一的運氣 那怎麼辦 所以像是一人一盆栽 你就顧好他就好了 家庭成員幾個就幾個盆栽 對 然後就要顧好他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個盆栽去觀察 你們這個人的運氣 就例如說你現在小孩最近功課不好 你會發現這個盆栽怎麼長得太大 就快死 等一下盆栽需要認名嗎 這個是爸爸盆栽 媽媽盆栽小孩盆栽 沒錯就是誰負責照顧 然後盆栽跟他的命運就會產生連結性 所以媽媽就在家裡看你的盆栽 就知道他老公最近什麼 桃花很旺 老公那一盆是桃花 對 或者老公發現 怎麼老婆的花長出外面了 就是連手指腳趾的長度啊 這個不同也都會有一些影響 對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這是我第一次在節目上公開 我從來沒有在任何節目上分享過這件事 我們真的同臂生輝 韋伯哥太專業了 一問就問到最精準的了 太感人了 趕快來 五行像法裡面呢 剛剛講到金木水火土 最大的問題是人會忽胖忽手 但是手 不會忽胖忽手 我們可以看到真相 是從握手跟手相 沒錯 所以你只要一握手看他手 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哪一型人 其實非常之準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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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